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赖俊杰日前坦诚 他在起云剂当中添加塑化剂已经将近30年 就台湾人吃了30年了 而早期所用的还不是DEHP 而是更毒的这个DOP 一直到5年前才换的 然后呢涉及到的厂商啊 共有155家 可能受污染的产品489项 关键看下边的报道啊 台湾有些怪异的现象 像是娘炮 什么叫娘炮 这个说完解释一下 这个呢就是说男生的外貌 但感觉就是女性化的特征 比如说他的肢体动作跟语言之间都比较娘们嘛 可是娘炮就有一点比较年轻人 比较率性 稍微有一点点贬义哦 那一般人我们都讲那个人好娘哦 就算了 就说你虽然是炮 可是你比较娘 娘炮 娘炮越来越多 女生早熟 生育率过低 不孕症增加等 在台湾一直有这个现象 一直原因不明 如今真相大白 这是台湾的报道 跟俗话机有关 你可以回应一下女立委 不过我导觉说 他不是说早年用的还更毒吗 对 难怪国民党都吃得好 穿得好都选不上了 难怪早年会政党轮替 因为都吃了有毒的苏话机 难怪马英九小马哥 他稍微年轻 严格说来 是不是也有点阴柔的那种风采 那这样倒过来 那蔡英文又怎么算 蔡英文 蔡英文那个前一阵 不也是被怀疑性倾向的问题吗 所以我们就说这双阴两个 双阴 这一战还真的很有意思 某种程度你可以说 是不是另类的苏话机考验大战 可以再进行人类学的研究 英文觉得真是恶搞 对 不过我们这是搞笑版 但是我觉得这个新闻出来的时候 我记得我放假 我坐在那个 在香港坐火车 看到那个快报 台湾说他就有没有搞错 是不是打错字 我真的第一直觉是这样 我觉得长期以来 在台湾长大的我们来说 对台湾的食品可能信心都太 都太有信心了 我也是 都太有信心了 对 你知道我都很爱 我每次就放假之后 如果我回台湾回来 你问同事们他们都知道 我就很爱带一些台湾的产品给他吃 而且我都好像推销员 然后每次都说我应该是代言人 我说你看 这个凤梨酥不一样 跟一般的凤梨酥不一样 他这个鸡蛋的母鸡 母鸡下蛋之前 他可是听过古典音乐 才产出了这个金黄蛋 而且这个凤梨可是老婆婆用的手 一刀在那个高山上 非常阳光 照射充足的地方上 所砍下来所做的 你看这个台湾的这个产品 就是不一样 我常常会这么介绍 但现在你看看 人家看到我就揶揄说 哎呀 十万啊 Coco啊 你们台湾的糖果也不可以吃 这个也不可以吃 那个也不可以吃 其实我心里真的是很痛的 那所以现在痛定思痛之后 就要来看看怎么办 至少我觉得有个好处就是说 台湾媒体是铺天盖地的去报道 就是说台湾官方也很紧张 那只是说没想到这样铺天盖地的报道下去 大家还发现完了 不止饮料 而是同食品 还有化妆品 现在可能都有一点问题 你知道这个 咱们可以给大家看一个照片 现在说要宣传 不要加了染色剂的那种饮料 都有这个广告宣传照片 你看这个 咱们可以放一下 你瞧 这就是告诉大家 喝清水就能长这个个儿 喝染色饮料只能长这么矮 不对不对 要是这个是广告的话 我们都喝那个黄色的 梅西的球多好啊 前两天跟曼联的最后的决赛 那个球多好 我也看了 那全世界男人的偶像 梅西你不能单看矮的 他全世界最帅的男人了 没错 这个等于在帮那个黄色的做广告 邱老师我现在审美了这个梅西啊 我发现他的风格还是朴实无华 对啊对啊 没有别的更多的技巧 但是就是最简单的 他弄成了经典 这好像电视解说说的话 你看他的动作非常朴实 没什么花哨 可就是大师 要是他是吃了吹花剂 那么多广告 太厉害了 开玩笑 而且那天的比赛 我忍不住扯一句 我知道我们今天不是谈那个 曼联平常在别的地方神气啊 欺负人家 可碰到巴萨你就看 所以技不如人 我这个巴萨的球给我一个信心 我们这个世界后现代了 变得美好坏了 好像什么东西都是打造了 都是操控了出来 巴萨的球就给我们一个信心 就是东西好还是好 世界上只有谁可以打败呢 只有牧里你要搞一些 其他的花样 像去年果米才能打败 否则的话 这足球最好 不不回到吹花剂 回到这边 不一定 他现在讲的是催情剂 对于很多球迷来说 是个催情剂 太精彩 那是男人的典范啊 什么娘炮啊 那是爷炮啊 爷炮 天啊 又有新名字 但是你知道 你讲的对 就是这个年头啊 确实我们感觉啊 很多东西都是人为制造的 台湾这个塑化剂啊 说完 其实我一点也不怪台湾 我们对台湾总是存着一份善意 是吧 台湾弄点毒药 谢谢啊 都是不可以接受的 不是 我是说啊 你没觉得这是个世界性的问题吗 我为什么联想起 我多年前发布的一项研究啊 我早就告诉你们了 人类已经雌性化了 你还这个不是讲笑的 你知道吧 当年我们就看过 在这个有些河口 比如亚马逊 有些出海口的那个河口啊 科学家发现怎么这个鱼啊 全是二野的鱼啊 长着两套生殖器官 于是早就提出了塑料这个问题 我们生活里啊 没法离开塑料 甭说是台湾人 就是你摸过的什么东西都是塑料 塑料里边这个刺激素啊 是个很大的问题 我们的精子数量比起50年前 已经成倍的减少 据说手机放在这个口袋里啊 就会减少精子数量 你要放在 特别放在心脏后面 我一直放在这个口袋里嘛 没错 有一次 他们说这个减少了你很多麻烦 没错 你知道这个书啊 这个历史学研究啊 有好多种不同的路数 有的是觉得 哎呦一件事情的发生 背后是有着很复杂的 很神秘的 甚至永远都不可解的原因 但也有的时候啊 就一解啊 发现呢 实际是个很庸俗的 很普通的原因 但我的本能反应是 第一 这是冰山一角 不知道什么东西 还有什么树 还有什么东西 在危害我们的健康 没错 这是我的一个 尤其现在的食品 漂亮的令人可疑 没错 对不对 就所有的食品都漂亮的令人可疑 你走进好的超级上 所以我总觉得 这类的问题还会有 我跟你讲 就是他讲的漂亮的令人可疑 就是说这个 你知道我们北方话 有一个词啊 叫有点粗啊 叫驴粪蛋表面光 你知道什么叫驴粪蛋吗 驴身的蛋吗 驴你 你们台湾有驴吗 就那LV那包不就驴包吗 原来是这个 就驴粪蛋啊 表面光 我们这有那么一句话 我现在发现啊 这种美丽的包装 你知道就是医院门口 我现在就发现啊 我们有些城市 大陆也有 就是说送给病人的 送给病人的那个看望 不是在医院门口卖那个花篮 对 水果篮 那就真叫漂亮 外面绷紧的那个保鲜膜 塑料纸嘛 点缀着花 送到去 最近我们家收到一个果篮 收到一个鸡蛋的这么一个礼品篮 你知道他都能给你弄 打开以后呢 这个只有表面这一层是鸡蛋 对 里边都是那个码粪纸啊 都是那个堆的 码粪高的 你说他就省这几个鸡蛋 但是非常漂亮 外面 我就说这包装也值了老钱了 然后呢 这果篮一打开 一样的 只有福头这一层是水果 底下都是鼓鼓囊囊的一些废纸 给你堆的 然后这苹果 看的那叫散发出一种塑料的光芒 真是好苹果的样子 可是你一咬啊 把牙绷掉半个 根本跟木头一样 啃不动 你看这就是过度包装 这就是咱们去那儿广告 枪枪三人形 广告之后见 说完真的 最近台湾发生很多反常的现象 你比如说台湾有一户都飘起了五星红旗 你知道吗 打起来 那是一杯杯跟地主之间拆迁的纠纷 然后觉得台湾这帮人就是为资产积极服务的 我打五星红旗 这个还不是只有在家门上 你知道他们现在在海上吗 那个渔民门他们还不是开玩笑 半真半假 就说他们万一发生事情 那他们都准备两套旗 快要快要回去的时候 就换上了一种旗 然后在海上发现了那个 稍微状况不对劲就换上了五星旗 这还不是不是笑话还真的有这样子的事情 在国际海域的时候 其实韬哥你刚刚讲了 我这有一个很辛勤的感触 我有时候自己会想 就是怎么会这么多问题 我觉得我们小时候好简单 哪有那么多糖果可以吃啊 对没那么多东西可以吃 而且哪有那么多食品添加剂啊 那很多时候我都会跟朋友开玩笑说 我觉得我们我觉得人类叫 现在叫自食其祸 为什么呢 是我们不断在追求我们眼睛的欲望 然后心里呢又求方便 所以你看我们就说科技始终于来自于人性 某种程度这也是人性的衍生 你看我研发这么多 就是为了要漂亮好看 你知道像香港大家吃凤爪 你知道我会去看那个颜色 如果说特别红的 有时候是不论不只是在香港 其他地方也像五星级的餐厅一样 五星级的餐厅很多时候 他们都自己笑声自己的厨房 好像是一个燃料厂 你知道他们都在那边做调色 其实真的很需要调色吗 对不对 这个凤爪我跟你说 我现在已经是彻底不吃了 倒不是因为我听到那些传闻 但是我现在想 后来我知道大概是有点关系 事关有一次我在杭州跟朋友们吃 我突然间看恶心了 你知道为什么 因为我说这个凤爪怎么这么像 小孩的手指头 那叫真好啊 膨胀的 饱满的 以至于我眼睛啊 我吓着我自己 我没法吓嘴了 它太丰满 太细皮嫩人 接过了这个凤爪 从此之后我就没法再吃了 你讲那个自食其果啊 讲得太对了 追求商业利益降低成本 它不是本来有一种添加剂 是更贵吗 对不对 它试验出来的这个东西 监管油 终于油 那么它现在是就是降低了成本 那降低成本提高质量 这是资本主义商场的基本动力 但问题是它这个提高质量 它不改善口味的 它不增加营养 它只是好看 对 这个包装世界何止是食品啊 我现在在想我们每个人 对 我们很多东西 现在这个世界 我为什么刚才 我还要回过头来讲梅西 讲巴萨 就是因为我们现在 在政治界 在学术界 在文化界 在什么界 大家都只看表面 什么东西啊 就是说你一定要把自己 你要不要做一份简历 你一定要把自己 讲得尽量的好看 你那个产品也是 什么东西都是要做的 大家都知道 实际上没什么好 但是就是好看 光鲜亮丽 这就是人性 所以你这个食品 现在台湾的饼干 我去买来 它里面每一块 都包一层塑料汁 它好处是有啊 它意思是 每一块都 你不打开 它就不会受潮啊 不像你一盒打开了 要吃掉 要放个罐 它现在不打开 都不受潮 但是真是好可疑啊 每一块饼干 都一个塑料汁 里面都有一个 吸干的那种什么东西 干燥剂 但是还OK 因为他们当初是觉得说 这卫生嘛 就是你这样方便吃 但是久了之后 有人质疑 这其实不太环保 但是你如果 一堆的饼干都包在那边 一般人就会觉得 哎呀不够精致 不去买 所以很多时候 我说不是肚子饿 是我们眼睛饿 你说的 而且这个眼睛饿呀 实际上是心里更饿 饿和饿 两个同音的 两个饿呀 我就觉得 还有一种啊 就是这种啊 等不及了 对 我现在在这个中国 他们说中国发展的速度 这些年呢 就是不是一日千里嘛 等于外国 一百年走过的路 我们要在几十年走过去啊 但是这个你也看到啊 一种强烈的 等不及了的这种心理 各行各业 着急 你比如我从这个食品安全 我都不聊道德 我连续发现几件事啊 我就看出这种着急忙慌 比如说西瓜 为什么往里打这个蓬化剂 人家专家说了 这个蓬化剂啊 其实呢 也没有那么大的 也没什么害处 问题是你用的过量 你为什么用的过量啊 你恨不得它一个星期 就长成这么大个 你知道还有一种 有一次我看一个新闻 挺逗的 大概是一种南瓜的吧 种南瓜 还是种什么瓜 我忘了啊 那老农民啊 听了农业技术员的 他就是说啊 我这个地啊 种的这瓜呀 我得这个加紧成熟嘛 加紧成熟 后来这农业技术员 有爱因斯坦的水准 说对 我觉得这很值得研究 说啊 你往地里啊 这个充电 你给瓜充电 增加能量吗 电极 电极瓜 不是不是 这是真事 就是说充电 后来我研究研究它怎么充电呢 原来这老农啊 你搞了一个发电机啊 或者什么一个什么电 也不是发电机 它接的电 拿电 把这个电线呢 就直接埋进去 埋进这个瓜地里的土壤 深处 就这么着充电 你甭说徐老师 这玩意儿科学 真的是 瓜就涨得快 它层一下 全熟了 就是两个星期之内 从村的这个瓜呀 都还清呢 它的瓜长熟了 可以卖了 真的假的 真的 但是问题有一个问题啊 要不说这个成本能量手 这个老农啊 电费贵的不得 把这母瓜全卖了 都付不清电费 用了四万多度电 日夜不停地往土壤里 四万多度电 老农 这是58年大跃经精神的 新世纪版本 你说他这个 这急的呀 就是 枪枪三言行广告之后见 他就能证明赶不急 你说咱这节目能多好吗 他现在说第三八号有多长时间 我六分钟 他说我五分钟之后 要录新闻快报啊 这就是中间的时代 对啊 但是用电电我也来不及啊 没错 我为什么办法像瓜一样那么 现在就讲太讲求速度 所以你看像前阵子观光 大家不是一直在讲观光旅游吗 其实我们都一直觉得团游 不是很多的问题吗 那很多人都说到台湾去 现在两岸之间最关心就是自由行 到台湾我就说 其实到台湾最适合的一种旅游方就慢活 其实现在我们都来讲慢活 就台湾正在讲就慢活的这当口 竟然出现了这个速化剂风波 就是慢蛇 你看这真的很伤脑筋 所以就是说你看 我们必须回归正常 你看像现在听说 现在台湾果汁机又活了起来 那代表我们想想看 我们小时候果汁机很常用 在家里好常用 为什么你看随着时代的进步 反而这种东西不常用 大家都喜欢快一点嘛 比如说我要喝果汁 我就随便去那个外面赶快买一个 去店里面随便打 那现在大家都突然间又很急着跑去买生鲜果汁 不过我就有另外一个担心了 你怎么知道哪一天 做生鲜果汁的那个水 没有问题呢 对不对 所以你看看 层层的担心 这还是满足自己的一个心理吧 比方就我来说 如果是一个塑料包 一个是那种黄超超的纸包的零食 我就买黄超超的纸包的 你会觉得比较安全 我从小吃的都是这些纸包的 但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 你说脏吧 其实都可能有这样的东西 都可能有 你知道这个我前一阵看这个三联生活周刊 报道一个人叫王清松 我不知道徐老师认识不认识 当年的这个唐诗增的 好像是大学同学 这个王清松啊 当年是个很火的一个气功大师 把他练气功的啊 到后来呢 就是跟他找了个老婆 然后呢 他老婆好像还是教英文的大学老师 最后两口子啊 就跑到几百公里 北京几百公里之外的一个深山深处 自己承包了 好像两千五百亩这个山地 哦对对对 你知道吗 他过起了这种什么生活呢 就是我觉得就是他认为这个世界啊 都有问题了 以至于啊 这个记者进来 采访这进来 他认为你们身上带着脏东西 带着脏味 而且就是说 他对这个味道啊 就是说你们来的时候 车上的师傅是不是抽烟了 就是任何来自外界的食品 他们全是自种 自己种自己吃 最原始的生活方式 自种自吃 新桃花园剂 这是新的桃园民的这个桃花园剂 我也有自己种过啊 就外界的一切都是有毒的 自己种的最安心 对也是啦 我曾经在我的窗外种一种 我不晓得你们内地怎么讲 台湾叫川七这种蔬菜 生命力好强 随便种它都有 就后来呢 有一次遇到台风很大 你出不了买菜 就果然是窗户打开 窗外就可以采收了 你看自己洗 然后你会很安心 因为没有农药嘛 对不对 可是问题是一般人 现在的生活 如果他又希望 我可以在很快的时间内 赚够钱 你看买楼追楼价都来不及了 我哪有闲工夫 去把这些食物的这种食品安全 自己做把关不可能 而且现在一堆人为了省钱 他吃什么 方便面啊 天天吃啊 我有朋友是用了个花园 然后种菜 省一点买菜的钱 但那个花园的钱呢 对 花园的钱呢 那不跟那个充电种花 花的道理是一样的 没错 要在城市里买个花园 来让你种菜 所以现在都讲 这理想都是什么 挣够了钱 去寻找一片净土 比如说一居国外 有没有环境好的地方 挣够了钱 但是就在这个挣够钱的过程当中啊 有人就过劳死了 你知道这个挣够多少钱 还是唯一可行的办法 还是心远地自贫 你知道我之前 还是心远 就是你有这份心 你可以远离这个喧嚣的世界 你不要那么在乎那些外表 不要在乎那么多包装 从每个人开始你就 而且我觉得有的时候 这为什么命运是悲剧啊 就是我们要看到 整个人类的前景 也没有什么可怕的 就共存亡嘛 很多事情改变不了了 你这个黄瓜 你比如说他黄瓜上 徐老师你说 讲青春靓丽啊 在黄瓜上抹避孕药 在黄瓜上抹刺激素 我发现你们这个女人的玩意儿啊 都是让人流光水滑的 为什么 抹这个玩意儿啊 黄瓜的皮肤就跟女孩的脸一样 脉相 你们上海人讲脉相好 你知道 这个我们的环境 西方都有这个研究 因为大量塑料的使用啊 土壤里 你也不能说什么桃花源了 土壤里的刺激素含量 一切的刺激素含量 现在我们身体内的刺激素含量 我跟你讲 我们香港男人是怎么了呢 原来大部分港人 早已出现塑化剂中毒 进会大学的生物系 抽取200个港人血液样本 九成被验出 DEHP 研究显示 曾经服食塑化剂的老鼠 生女鼠 生磁鼠的机会比较大 即使生下宫的 它的生殖器 也比正常的 细三分之二 很多大陆人说 香港人的细 其实这个广州话说塞啊 不是说细 就整个的就小 又小又细 塞了 塞了 小三分之二啊 精子数会少两到三成啊 你知道吗 这是个 这好啊 这个在意识形态上 这是女权主义的胜利 在经济发展上 这是计划生育的成功 你看舒婉越来越强势 完蛋了 所以我身上是雄性基硕多 你知道 不我知道我们公司 有很多做后继的男性的工作同学 那生女儿居多 接着想来为您播出 珍宝总动员 我之前在计划接着 您看到她是女权主义的 国家的身边 就是女权主义的 这 这是她是女权主义的 是女权主义的 最后就是女权主义的 或者是女权主义的 是女权主义的 因为女权主义的 我们的女权主义的 这 这就很像是女权主义的